美國的政局在川普上任之後 即將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現在多家媒體都報導指出 美國總統黨選人川普 將會任命佛州的聯邦參議員 盧比歐出任國務卿一職 他也被認為是共和黨的抗中英派 CNN現在就指出 川普任命的閣員都是 對他很忠誠的支持者 盧比歐就被認為是共和黨的反中英派 而他上任之後的首要之物 應該是俄乌戰爭以及中東衝突 是民主的 老人呢 為首要就要任何人 就因爲倒了 拉9 盧比奧現年是53歲 他將會成為首位擔任美國最高外交官的西語役的人士 而現在CNN也指出盧比奧有10年的時間 都是聚焦於研究中國大陸的威脅 他長期主張對中國大陸伊朗以及古巴等國家 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 他主張要全面禁止中國大陸海外版的抖音 也就是TITOX在美國的營運 以及要加大對大陸科技出口管制 並且也曾經提出多項支持台灣的法案 包括敦促擴大對台軍售 要提升美國在台協會的層級等等 外界預期中美關係可能因為盧比奧 他出任國務卿會再度陷入緊張 那麼在國安團隊的部分呢 現在川普的內閣也逐漸成形了 紐約時報還有CNN等多家外媒的報導 川普現在會延攬佛州的聯邦眾議員沃茲 擔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50歲的沃茲 他是美國陸軍綠扁帽特種部隊退伍 曾經在阿富汗中東以及非洲都有服役過 他在2018年的時候是首都當選眾議員 華爾街日報現在就報導 國安顧問是影響力非常龐大的職位 他是由總統來任命 不需要參議院確認 而國安顧問負責協調所有的最高國安機構 並且要定期向總統來匯報情況 還要執行總統的政策 這一位退役的綠扁帽的官員曾經說 美國需要因應可能會爆發的亞太的潛在衝突 彭博社的報導也指出 川普選擇盧比歐還有沃茲兩個對中英派 擔任外交以及國安要職 也預期川普的第二任期美中關係 可能會再度陷入緊張 好 那麼在外交上頭呢 川普上任之後 當然第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解決 中東衝突還有俄乌衝突 那川普在先前競選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他可以在一天之內 就可以化解俄乌衝突 現在川普要重返白宮 俄羅斯官方現在表明準備好 和川普政府進一步的合作 俄羅斯的外交部副部長就表示 已經準備好聽取川普對於結束俄乌戰爭的建議 而且是關於如何在停戰的協議方面 要取得一個進展 而非進一步向烏克蘭提供各種的支援 美國的副比試雜誌現在披露 台灣可能已經大量捐出退役的英式飛彈系統 並且悄悄援助烏克蘭 前美國國防部的官員胡振東 在他的YouTube的影片當中就指出 台灣的英式飛彈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有很重要而且優異的表現 似乎也是證實了在去年的一份報告當中指出說 台灣透過美國轉交武器給烏克蘭 副比試報導並且進一步的分析 假設烏克蘭的防空部隊是50個連的規模的話 那麼英式飛彈可以承擔其中的三分之一的戰力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近期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